我姓柯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 以我很多经验 我发现身体是你自己的 健康是你自己的 完全都要由你操纵 你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任何一个医疗人员给你的建议 当某一个医生跟你讲说 我要给你开一个刀 你千万不要讲说医生都是万能的 就马上就同意去开刀 你千万要找第二个医生 甚至于第三个医生来跟你确认 第一个医生所做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完了以后呢 每一个环节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一不小心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会发生 我本人在美国呢 因为我得了癌症 我开了刀 可是因为呢 一个护工的不小心 没有把我的伤口处理好 我那一年开了十次刀 然后开完刀以后 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马上就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经过了五年才慢慢的恢复 另外呢 在台湾 台湾的很多医疗是被浪费的 譬如说发烧的药 明明就有剩下 我们觉得说不用开了 可是马上就有医生说 开了你们不吃没关系 就丢掉 那这个完全不是真正说 健保应该我们要做的 那有很多药呢 是需要开的 可是因为健保给付 反而说不能开 明明是救命的药 他们不能开 因为太贵 那你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就是最近几年 我有一个亲人 被从台北一个知名医院转到林口的一个知名医院 我们进了医院是因为我们有消化的问题 脏气 结果呢 转到林口去的时候 竟然变成脑病变 要开刀 然后呢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医生就不医了 所以呢 很重要 当医生跟你讲说 你不能转院 你不能出院的时候 你要记住 你是有权利的 千万不要盲目的 相信所有的医疗人员 他们有专业 可是呢 专业也有更专业的人 专业的人并不是神 你们真的要 大家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的健康是由你自己来保护的 OK 谢谢你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这个应该不算 算 不要算 OK